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联储开始讨论降息 但避免首次降息 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 应该成为讨论的议题 伦敦市长 亿万富翁投资者大卫 特佩尔将其28%的投资组合 投资于三家杰出的人工智能增长股票中 大型开发商推出10亿美元基金 已购买纽约的困境办公楼 本周图表 升息对股市可能是好事 请大家收看 美联储开始讨论降息 但避免首次降息 彭博社 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应该是一次无事件 因为中央银行预计将连续第四次保持利率稳定 FOMC预计将在三月会议上 讨论降低利率的参数 然而官员们不太可能表明 即将进行降息 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艾伦 曾分娜表示 美联储可以耐心等待 他预计首次降息将在六月份进行 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应该成为讨论的议题 伦敦市长 彭博社 一些高级工党人士 建议英国在脱欧后考虑重新加入关税同盟 并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伦敦市长萨迪克 汉认为在2024年重新审议脱欧协议时 重新加入贸易联盟应该是一个选项 影子北爱尔兰大臣希拉里 本恩表示 工党政府将受到欧盟的欢迎 并呼吁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面前 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汉和本恩都声称 印脱欧的经济成本将是巨大的 亿万富翁投资者大卫 特佩尔将其28%的投资组合 投资于三家杰出的人工智能增长股票中 雅虎 大卫 特佩尔David Tepper是亿万富翁投资者 也是对冲基金 Applusa Management的创始人 他将自己28.2%的投资组合 投资在了三家人工智能AI股票上 NVIDIA 亚马逊和微软 特佩尔对这些AI股票的高度信心 清楚地表明 他们值得考虑 NVIDIA在图形芯片和数据中心加速器方面 具有强大的市场份额 两者的市场份额均达到95% 亚马逊是北美和西欧最大的在线市场 其云基础设施服务 Amazon Web Services 是云AI开发者服务的领导者 预计亚马逊将实现两位数的年销售增长 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每年将增长8% 持续到2030年 微软是企业软件和云计算领域的领导者 占据了软件及服务支出的16%以上 和云基础设施和平台服务支出的23% 微软正在其云计算业务中 大力投资人工智能 包括GPT模型 这些模型为其生成是AI应用提供动力 大型开发商推出10亿美元基金 以购买纽约的困境办公楼 金融时报 纽约最大的办公楼房东之一 RXR Realty 与另类投资管理公司ARIS Management合作 共同推出一项10亿美元的基金 用于投资纽约市的困境办公楼 合作伙伴们认为 办公市场的瘫痪正在解除 存在许多卸货或重组资产的机会 RXR和ARIS将以办公楼为目标 这些楼可能需要新的资金或重组债务 以反映利率上升和租金增长放缓的新现实 合作伙伴已经在该基金中投资了5亿美元 并计划筹集额外的5亿美元 本周图表 升息对股市可能是好事 雅虎 传统上 美国股市将坏消息视为投资者的好消息 因为这意味着利率降低 然而 最近股市一直处于动荡状态 投资者试图判断指向通胀上升和经济增长强劲的经济数据 对股票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 传统上 利率上升被视为股票的负面因素 但一些分析师表示 市场终于学会将好消息视为好消息 我们很强大 数千名新西兰毛利人就政府计划举行会议 南华早报 上周六 超过1万名毛利人在新西兰聚集讨论政府的计划 许多土著团体认为这些计划削弱了他们的权利 毛利国王图赫蒂亚主持了这次活动 并强调找到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新西兰现任政府于去年10月上台 计划取消支持毛利语言使用和提高土著生活水平和权力的政策 批评者认为这些计划对毛利权利来说是一大倒退 并对政府提起了诉讼 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声称 这些计划旨在给所有新西兰人平等的权利 苹果视觉专业版的长期定价将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 雅虎 苹果的Vision Pro混合现实头盔将于2月2日在美国上市 美国银行证券的Wang C. Mohan表示 3,499美元的起售价对苹果来说在短期内并不具有财务意义 但从长期来看 人们对此持乐观态度 他表示 苹果已经对目前价值约45亿美元销售量达850万台的虚拟现实市场产生了影响 Mohan还表示 苹果可以通过建立数千万Vision Pro头盔的用户群体 并为消费者提供独特的沉浸式体验来释放其潜力 随着朝鲜抨击日本军队参观神社之行 首尔和中国保持沉默 南华早报 日本自卫队高级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争议 中国和韩国认为这是日本过去军事侵略的象征 朝鲜对此愤怒地回应 并指责自卫队官员计划重新侵略朝鲜半岛 然而 分析人士注意到 中国和韩国的反应相对温和 这可能意味着与日本的关系出现了转变 尽管如此 这一事件受到了日本报纸的批评 并呼吁对此事进行调查 全球经济观察 日本通胀进一步放缓 彭博社 日本的通胀已经连续第二个月放缓 这给了日本银行在结束负利率政策之前等待的理由 尽管数据表明央行不会在下次会议上急于加息 但服务价格仍然居高不下 这表明政策正常化仍有可能 与此同时 欧洲的通胀预期下降 而美国的零售销售和消费者信心增长 文章还强调了全球经济的其他发展 包括印度尼西亚 安哥拉 哈萨克斯坦和巴拉圭的利率决策 以及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 马来西亚人将为美食付出更多代价 因为红海危机引发了通胀风险 南华早报 随着胡塞武装分子继续袭击红海航道上的船只 马来西亚人可能不得不为从欧洲进口的葡萄酒和美食等奢侈品支付更高的费用 这些与伊朗有关的野门胡塞叛军一直在袭击 被视为与美国和其他与以色列结盟的国家有关联的船只 航运巨头不得不将货运路线转移到好望角 以避免在红海可能发生的袭击 导致运费上涨和物流延误 这可能会增加来自欧洲的化学品 机械和汽车等行业的进口成本 并导致供应链中断 全力以赴 东南亚的赌场乐园是由组织犯罪的地下银行 南华早报 根据联合国赌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一份报告 东南亚的赌场被用于洗钱数十亿美元的非法利润 这些利润来自网络诈骗和赌品团伙 犯罪网络正在利用该地区的赌场作为新的银行 通过房地产和加密货币来转移和清洗资金 报告声称 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边境城镇的赌场 是洗钱行动的关键部分 赌场贵宾团提供给富有的赌徒私人房间 贵宾服务、免费机票和住宿 这成为反洗钱政策的不落环节 容易受到由组织犯罪团伙的渗透 报告指出 中国政府估计仅在线赌博洗钱金额在2020年达到1570亿美元 联合国还强调了加密货币 特别是泰达币 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癌症疫苗副作用最小 即将进入第三阶段临床试验 雅虎 生物技术公司Orbit Health Solutions的创始人 Thomas Wagner博士 已经开发出一种癌症疫苗 该疫苗利用患者自身的肿瘤细胞 刺激其免疫系统来对抗疾病 该疫苗目前仍处于实验阶段 已经在100多名晚期黑色素瘤患者身上进行了测试 最近再一次会议上公布的数据显示 接种该疫苗的患者中 95%的人在三年后仍然存活 64%的人没有疾病 该疫苗还被用于治疗患有脑癌、肺癌和乳腺癌的患者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已经批准该疫苗进行第三阶段临床试验 该试验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 该试验将涉及500名患者 预计将持续三年 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60年的 Wagner表示 早期检测和疫苗的结合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 马克思为与中国达成协议 而修改菲律宾宪法的计划引发了强烈反对 南华早报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和他的政治盟友正在寻求修宪 以便让马尼拉能够与中国再有争议的水域 达成联合石油和天然气协议 然而 分析人士警告称 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加强中国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 EZ内的主张 而马尼拉则认为 该区域属于西菲律宾海 WPS的一部分 其他提议的改变包括延长任期 转向联邦和议会制政府 并取消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 人权活动人士对修宪表示怀疑 因为马克思的父亲曾以类似的方式巩固自己的权力 为什么Rishi Sunak的英国保守党会谈论30年前的加拿大选举 彭博社 英国保守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疑虑 对于预计将在2024年下半年举行的下一次大选的成功机会 民意调查显示 该党在选举中落后于反对党工党很大的差距 首相的首席竞选策略师警告保守党议员 如果他们想避免失败 就不要削弱首相的威信 然而在24小时内 60名议员反对了李希 苏纳克的旗舰移民法 YouGov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工党领先27个百分点 而另一项民意调查预测 工党将赢得120个席位的多数 尼格尔 法拉奇的改革党 可能从保守党夺取选票的威胁引起了担忧 保守党议员担心 该党可能会遭受类似于加拿大1993年 进步保守党所经历的失败 一些保守党议员正在考虑在选举前辞职 而内阁部长们正在制定 未来在企业界的职业规划 民意调查人士警告说 如果保守党不能在经济 移民和公共服务方面取得成果 情况将会恶化 欧洲的气候推动 未能遏制太阳能行业的危机 彭博社 欧洲的太阳能行业正面临危机 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 侵蚀了该行业的制造业 去年欧盟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数量 创下历史新高 但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设备的涌入 这削弱了本地制造商的利润 美国对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电池板实施禁令 也使情况变得复杂 导致设备涌入欧洲 欧盟计划到2030年 至少国内制造其40%的清洁技术需求 但目前国内供应商 只满足欧洲太阳能需求的不到2%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回顾了一些新闻 讨论了美联储的降息政策 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的可能性 大卫 特佩尔的投资策略 纽约办公楼市场的投资机会 股市对升息的反应等等 但是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新闻背后的深层含义 首先 美联储讨论降息的消息 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虽然现在还不是时候降息 但这显示了美联储对经济放缓的担忧 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因为降息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 然而 我们需要耐心等待 因为降息的时间和幅度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其次 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的提议 引起了许多争议 这反映了英国脱欧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工党政府希望通过重新加入关税同盟来缓解经济成本 但这也可能引发更多的争议和分歧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希望英国能够找到一种平衡 以实现经济和政治稳定 第三 大卫特佩尔对人工智能股票的投资表明了他对这一领域的信心 人工智能是未来的趋势 具有巨大的潜力 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投资机会 但我们需要谨慎选择 并充分了解所投资的公司和行业 最后 我们还讨论了其他一些新闻 如纽约办公楼市场的投资机会 股市对升息的反映 东南亚的赌场洗钱问题等 这些新闻反映了不同领域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需要保持关注 并及时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将会回答你们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